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就是非常感谢您之前的一个initiative是在美华人咨询室的一个initiative 然后inspire我去年做的一个公益小行业 我是基于大多伦多地区的中文咨询室的小行业 然后五星差了柳川英 现在这个小行业也在今年的8月份 转型成了加拿大注册的一个NGO 然后就以NGO的形式在运行很多的公益项目 所以一切都是源于您的一个公益的initiative 一切都是善缘 对 太客气了 我非常开心 跟我们聊一聊你们的这个NGO项目吧 首先我知道小黄叶的话 我的听众们观众们可能有一些人是知道 我们是也是去年初在我这边有一些朋友 有懂这个技术方面的朋友 就一起想华人在美国好像找华语的咨询师 包括精神科医生非常非常困难 那我们自己的E3心理诊所是针对于做这种中英双语的心理咨询 药物治疗等等 但是我们毕竟很小 经常有外周的人来问我们找转介的一些资源 那我们没有 当时也是在这个机缘巧合下 我在想 那我就搜索一些资源 让大家把自己的信息放到这样的一个谎页上 那你们在多伦多地区做这样的谎页 我估计一开始可能也是类似的一个想法 那后面是怎样转型成了NGO 现在NGO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当时是我 因为我是去年5月份 就2019年5月份 从各大的社会工作系毕业的 然后5月份到8月份 我在泰国的联合国实习 然后9月份的时候 我自己回到了加拿大 因为我自己是算是比较小的时候 在加拿大长大的 然后加拿大算是我的家 然后我9月份的时候回到了加拿大 然后当时我就 因为我做一个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我在亚洲的时候就运行了一个 当时的一个线上的成长互助小组 是专门正对LGBTQ亲密关系的成长互助小组 然后就觉得在亚洲群体中 好像mental health不是太被人重视 我在亚洲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样了 然后回到9月份回到东东多之后 我发现加拿大的华人好像也不太重 这是我觉得普遍来说 就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stereotype 是一个可能一个相对我 我观察到的一个客观的事实 就大家好像对mental health没有什么概念 或者是自己假如遇到了一些情况 可能从我们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的角度来看 它可能需要的是专业的帮助 但是很多时候人的很多时候他没有那种 有些人他没有那种自救意识 觉得我忍忍就过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 我观察到的一个社会问题 或者是一个社会现象吧可以这么说 然后我就当时被 我当时已经知道你的 那个在美华人咨询师的那个小行业了 我在想那东东我搜了一圈好像没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当时2019年9月份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我想说那我既然知道就是前辈 已经做了这个事情在美国 那我为什么不做一个多伦多本土版的 所以当时我9月份就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我还问了你们团队的一些就是成员 然后你们怎么做的 就是起经 然后他们说 只要找到世界网页的人 然后看完就是或者是那些 网页设计那些网站 可以看看哪一个你想用 然后我当时就这个9月份 去年9月份在我脑海中买下的种子 然后随着我自己9月份开始做陆陆续续的 就是我在多伦多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 就比如说 International Student Mental Health Support Group 就是有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的知识小组 然后亲密关系的知识小组 亲子关系的知识小组 还有我当时做了很多的就是公益讲座 比如说奈洛桐的那个公益讲座 比如说心理健康和自杀干预的公益讲座 然后我当时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我渐渐地发现了一点就是说 好像大家没有办法 就没有这个mental house 或者是没有自救的意识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从哪去找咨询师 然后我就9月份买下种子 就我觉得通过了这些公益项目 就发现了 就10月份可能需要落成了 因为很多人他们其实需要帮助 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帮助 但是学校的排位会等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有另一个渠道 是比如说什么psychology today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大的平台 什么food therapy这些东西 他们就可能不需要等那么久 可能一两天就能等到咨询师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渠道 那他只能在里面干净 那我就想说那我作为一个 在这个社会中渺小的螺丝丁 那我可以怎么去帮助到我身边的人 那我可能自己创一个小行业 那这样的话我身边的人 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就知道来问Catherine 你知道我怎么去找咨询师 我就直接把网页丢给他 然后他就可以找到相对的咨询师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会 就从一个社工的角度来看的话 所以当时10月份 10月8号的时候 我就买了在Wix 买了一个域名 买了一个域名 然后就是Wix都很好 它有很多那种template 很多那种就是模板 然后我就想 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我也不知道搞成什么样 但是我就是想让这个信息 让大家知道 就把我知道那些 心理健康的资源 我知道那些咨询师的资源 然后以及我那些就是在 对 因为我本科是多多多大学毕业的 我本科多多多大学 球学时候的资源 和在各大球学时候的资源 全都放在小行业上 这样的话 我身边的人都可以被我的 就是我分享的资源 所有就是benefit 到 我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目的 然后我当时就买了一个template 然后我就开始想 我要起什么样的名字呢 然后我当时回加拿 去年9月份的时候回加拿大 我创了一个加拿大 华人的LGBTQ的一个 safe space的一个社群 因为我觉得 华人区需要这样的一种声音吧 我觉得当时的加拿大群体 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在联合国的时候 做了一个LGBTQ线上的亲密关系奖 就是那个support group 我就觉得我好像 就是再加上我本科有一个major 读的是sexual diversity study的 这一个major 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要用我的所学 来为社群尽一份力 所以我刚9月份回 就是我去年9月份回多亂多的时候 我就创了这么一个LGBTQ safe space的 这样一个社群 然后我当然就在想 那我的网站要不就往safe space里面去靠吧 因为safe space不仅仅是针对于LGBTQ群体 safe space is for everyone 因为我在set therapy里面 我经常会说 oh this is a very safe place for you 什么的 然后我在想 可是如果仅仅这个域名是叫safe space 好像没有那么 就是怎么说没有那么的吸引人 还有就是好像就有点普通了一点 然后也表达不出来这是谁的safe space 然后真的有所谓的safe space吗 然后后来就是通过和很多community member去聊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一点说 oh没有所谓的safe space 只有safer space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 所以我当时就给我的那个网页取的名字 就是我的那个公益小房间取的名字叫forsafe space 就是为了一个更安全的空间 因为永远没有最安全的空间 也没有一个完全安全的空间 只有一个更安全的空间 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公益小房间的一个来源 然后这个名字就叫forsafe space 然后我们的那个网页的名称就是forsafe space.com 然后当时是加拿大唯一一个 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汇总的华人咨询师的小房间 公益小房间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心理健康资源 然后给大家链接了很多很多不同平台的就是链接 可以让大家找到不同的咨询师 不仅是我这边 我自己身边认识的多论多的咨询师 还有其他平台的那些咨询师 我都把链接链接到了我们的网页上面 这样的方面大家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我还汇总了很多那种国语心理健康日线资源 在我的小房间上面 就是有说英文的有说中文的 然后也有说其他语言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在多大求学 还有各大求学的时候那些资源 还有什么美国签证 什么OPT 然后什么G4 Visa 然后还有应该必申请的那些 就是那些步骤我其实也都放在了网页上 因为我不知道谁会看 那么如果大家需要这个资源 就是立马可以看得到 然后我还把我当时做的那些讲座 什么纳洛桶的笔记讲座 还有心理健康和自杀干预方面的那些讲座 就是公益讲座的notes 我都放到了我的网页上面 就以防不时之需 然后当时因为这个网页的落成 我认识了就是我因为我要做这个网页 然后我认识了超级超级多 多伦多这边做心理咨询师的前辈 然后当时我就问他们说 多伦多有没有一个专门的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大群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就是互相互通有无嘛 专业内部这样的有沟通有交流 对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们说好像没有一个大群 就只有单独的几个七八个人的小群 然后我就想那我既然弄了这个小黄爷 为什么不去 就把大家都整合起来呢 然后从一开始的我们一个群里大概只有八个人 去年只有八个人 然后到现在群里面已经有一百多个人了 然后所以就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增长 但是一百多个人出去实在好 加拿大华人这么多 但是只有一百多个咨询师也是蛮少的 对是 所以是你们那个社群现在是在整合全加拿大的说中语中文的咨询师 对我还以为是多伦多当地 那确实是挺少 还肯定还有很多人慢慢的会听到这个消息 会加入 对然后我就让周围的前辈 就已经在群里面前辈 就是如果有认识的 就拖进来 然后大家就一直在拖一直在拖 但也是只是 大概是今年才突破一百多个吧 所以就是感觉加拿大的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这起缺特别是说中文的 所以就真的是 美国也缺 对不过你我觉得你所以你能一步一步的去进行这样的资源整合特别好 我们这个领域就是 首先我觉得现在感觉在学Mental Health方向的这样的中国的群体 中文的群体越来越多了 但是很多还可能还没有毕业 我知道很多人还在读书 还没有拿到执照这样子 那相关的资源是一直感觉是非常零散的一个状态 大家的职业情况也都是非常零散的 当时我自己做诊所也和你有类似的想法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哪里有欠缺的地方 我喜欢我也是喜欢group一起 大家有商有量的一起来做事情 可以互相的促进互相的进步 所以我当时才开了一个group practice 大部分的人我发现都是在独立职业 而且互相和同行之间的沟通是很有限的 只是自己认识的那么几个人这种小圈子 像我们湾区这边我建的一个小群的话 包括中文的psychiatrist和中文的psychologist 和一些包括还在读书的学生 我们的群也有七八十个人了现在 但是像硅谷湾区这边 可能华语的mental health provider 相对还是会多一点 对比较集中一点 加拿大我相信也有 只是可能会更分散一点 对加拿大确实是非常的分散 然后本来就是特别有趣的一点 我2019年9月份回到加拿大的时候 别人问我读什么的 我说读社工的 但是我读的是临床皇家 他第一个跟我说是社工 你读的是义工方面的专业吗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在美国假如跟一些华人说社工 所以我9月份回国的时候 回加拿大的时候 我特地刚回加拿大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 关于社会工作是什么的一个讲座 来科普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然后大家才知道 哦 原来社会工作是一个什么硕士学位 然后也有faster degree在读这个东西 然后哦 原来他可以做心理咨询 为什么这个可以做心理咨询呢 大家就会有很多疑惑 所以就是等于说去年9月份 刚回多伦多的时候 我就科普了一波社会工作 然后很多读心理系的孩子 才知道这样的一个职业的 然后后来我就看 就是去观察多伦多当地 我们这边的人 大概有就是华人 以华人来说 有多少的孩子就是读心理系 以后想出来做心理咨询师的 很惊讶的是很多人想做心理咨询师 但是他们唯一知道的途径是读PhD 他们不知道 哦 原来读了硕士出来 原来也可以做心理咨询师 然后所以我当时 我从去年9月份开始 就一直在科普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让更多的人 就知道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专业 可以去做心理咨询师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怎么说 宣传社会工作专业的同时 也是算是一种social intervention 就让更多的人 可以去做 就是可以知道这条路 去做心理咨询师 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条路 他就不知道 where to aim for 然后他又可能不想 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个PhD 那其实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的华人群体来说是个损失 如果越来越少的心理咨询师 其实对于华人群体来说是个损失 所以说我就觉得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一条路 让他们知道有哪些路可以aim for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社会干预的项目 让更多人去成为心理咨询师 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机构 也在做这件事情 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 就是心理平台了 然后还有那些什么 专门针对心理学人的那些 什么申请中介 申请机构 其实也越来越多 其实这种方式就是增加职业人数 增加华人群体 对我特别喜欢你科普社工这个对 我在我觉得在美国很多人都了解 但是我还是会收到很多的问题 但更多的是从来访者的角度 他们不明白说你们诊所有临床社工 他们也可以做咨询吗 有的人甚至有一点就是带一些 stigma带一些偏见 他会说我不想要见那个临床社工的咨询师 我想要见对吧 其他就是这个听起来好像他们的名头 更像咨询师的那种咨询师 就大家对这个不了解 所以我觉得你做这种科普非常的好 一方面是科普那些还在读书的学生们 帮助对心理学有兴趣的人走向这条道路 知道有多种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大众也很需要教育 就很多人在寻找资源 帮助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很窄的 很多想去找PhD的咨询师 那也是有等位很长找不到 一个是不好找中文的这种 那找到以后对方有没有opening 有没有时间见他 那他一下子就排除了很多其他高质量的咨询师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 而且特别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他们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觉得一定要读到PhD才可以做心理咨询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大家一看 这个只有硕士协力的 然后又是社工 那好像不是心理咨询师 那就不是正统专业出来的 那就可能做不了心理咨询 所以大众会有这样一个刻板印象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更需要更多的 社工专业的发生者 去promote这个专业 或者是去让大众知道 这个专业也可以做心理咨询 然后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训练的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北美的特有现象 因为国内的社工和国外的体制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北美确实比较特有现象 是可以做心理咨询 然后也有相关的经验和传言 对对 说起这个我们可能之后 可以再请您来聊一次 关于社工帮大众科普 社工这个职业 临床社工做咨询师大概是什么样子 经受过什么样的训练 帮大众知道 这样就是硕士的咨询师 但是只要有了执照之后 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qualified 可以帮助大众解决很多的心理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topic本身也是非常有价值 非常感谢 是 艰传社工的期望我都愿意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专业 那太好了 我觉得其实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我们喜欢自己做的事情 喜欢自己学的东西 而且能够学以致用的去帮助大众 带着这种热情才能走得远 走得长久 嗯 对 确实 而且它确实是奠基了我的人生 很多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一个专业 然后特别有趣的事情是 我本科的一个major 我本科的一个specialist 就是religion 是宗教学 然后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我那时候在就是读宗教学的时候 人家问我 What's your religion I don't have many 然后我就学了很多其他宗教的东西 然后我就一直在考虑 就是当你学宗教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种考虑 自然而然会考虑 那What's my religion 我信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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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鬼使神差的 我研究生就读了宗教 我就想 这好像是我的religion 这好像是我信仰的东西 我信仰的东西 就还蛮神奇的 就是我本科读religion的时候 没有什么信仰 但是我研究生读完宗教的时候 我就觉得 虽然它不是个religion 但是在我心中就是个religion 就是不是世俗所的religion 但是在我心中 它不是个religion 它的教人的代人处事观 价值观 世界观 是我非常的欣赏 就是这个职业所带来的 这个社会家所带来的86 或者是他信仰的那些ethics 是我非常非常的欣赏的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算是我心中的一个religion 然后很多时候别人对它的误解 会让我觉得 我的religion好像被有点陷读了 然后我就会想要去protect it 所以也是我其中的一个 就是想要一直去宣传社会工作 是什么 然后就是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what social work is about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东西是好东西 然后也会给社会带来 无限的价值 然后带来很多的益处 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 就是对我来说有深远的影响 或者证明的影响的一个东西 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更多人了解 然后有点像传教性知道 就是这种感觉 反正还蛮有趣的一个心路里程 对 因为你热爱 你欣赏它 你想让把这份欣赏 让更多的人 跟更多的人去分享 对吧 这个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好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事情有误解 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 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在里面 根据它的名字 这个社工这个名字 再根据我们的一些很奇怪的 可以很wild的这样的一些联想 那大家对它的理解就会千奇百怪 对 之后我觉得非常 我自己也是很想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专业 毕竟我学的这个专业和这个不完全一样 虽然我们诊所也有临床社工 但是我们很少去聊到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价值的话题 那么回到刚才的黄叶上的话 刚才你也有提到 黄叶后来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更有意义的 一个更大的一个项目 能跟我们讲一下吗 对 可以的 我是去年9月份创的这个工艺小行业 然后我去年9月份 我在加拿大 就是我2019年的9月份回到加拿大 然后我在加拿大只待了两个多月 然后我就回国了 我是11月初离开的加拿大 去年11月初离开的加拿大 然后当时小行业就是大概在那两个月期间 就是在加拿大期间就做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就跟我认识的咨询师母说 我会陆陆续续更新他们的简历 就是就像我和国期间之前的行业还会继续做 然后呢就是 也许是跟他们简历 然后需要有需要的人 我就把那个网址给他们 让他们去找自己就可以了 然后小行业就一直搁置在那边了 也没怎么大管 只要有老师就是给我update简历 我就会update简历 就把那个简历update在网站上 就这样子 然后今年是个2020是个魔化年份 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个魔化年份 然后我在我当时去年2019年12月份 还在就是澳洲和新西兰度假 然后谁都没有想到1月份就出了疫情那件事情 然后好像是1月25号 然后武汉的疫情爆发 武汉的疫情爆发 然后当时我自己本身当时是在国内 我当时在国内 然后2月份的时候就回到了加拿大多伦多 2月份回到了加拿大多伦多之后 我自己开了一个自己的线上心理咨询室 我开了自己的线上心理咨询室 然后当时就自己开线上心理咨询室的同时 还在一个当地人的做了很久的一个clinic做事情 然后整个clinic的team大概是15个人 只有我一个亚裔 其他全都是其他种族的人 然后当时我就通过那个clinic在自己接客户 然后通过那个clinic接客户 然后通过我自己在不同的平台上 比如psychology的一个goodtherapy 然后比如说其他一些大的平台上去接客户 然后就是还有其他一些 就是相对来讲面向就是多元化种族的一些平台上去接客户 然后我就见到了非常多元的客户 就是我的客户群从讲明句政治不太正确的话 就假如按肤色来算 就是从最白的到最黑的都有 就是政治不正确的话是这么假的 对 然后所以就接触到了很多很多各色各样的暗主法 可以这么说 各式各样的暗主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当时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少数族裔咨询是很难找吗 我说是这样吗 我好像不太清楚 因为我当时也自己刚开private practice 然后当时决定开private practice 有这个勇气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各个大读书的时候 去了15个training 就是去了15个不同的那种psychotherapy modality的training 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到了时间的那个phase 所以我才今年二月份有这个期限 然后那时候我的爱子就说 你知道压抑咨询是很爽吗 我说好像不太清楚了 然后他说 然后他说真的很少 然后一个两个 我当时在想一个两个跟我这么说 可能是sample bias 但是两个三个 甚至每一个月都有人跟我说 你知道Asian的Metal House Professional很少吗 然后我在想想 如果那么多人跟我说这个事 那肯定真的是一个社会空白 然后更有趣的事情来了 我的我不知道是我的体制 还是我因为做了这么多年的social movement 或者是草莓运动的原因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有很多很多的案子 他们是abusive relationship底下的幸福者 就是他们是经历过比如说narco abuse 自恋型人格的虐待的那个可能虐待了十年二十年底下的一个幸福者 然后可能是domestic abuse 就是那个就是家庭暴力的关系底下的幸福者 或者很多人什么就是他们可能会经历过 除了narco abuse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他们很多伴侣就很喜欢对他们有那个emotional abuse 因为narco abuse是emotional abuse一种 但是很多人会对别人用emotional abuse 但是它不一定是个narco 不一定是个自恋型人格 对 然后我的很多很多的案子 他们都是这些不健康的非常toxic的身体下的幸福者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了分享了他们这些年 断断去不去见therapist的一些经历 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被很多他们之前的therapist re-traumatized 我说为什么然后我当时就有点不太了解 为什么会被re-traumatized 我说can you tell me more about it 然后他就说很多的therapist会有点victim blaming 然后他们可能在说那些victim blaming的话的时候 没有那个意识他们victim blaming了 然后对然后我当时就一听我说那么你为什么 那么那么我就说当你之前上一次见therapist是什么时候 我有我有按主跟我说可能是两年前可能是三年前 最多的是十年前 然后我就觉得wow十年前 然后我就真的很神奇 我说what do you want to see me after 10 years 然后他就说他这句话其实也点听了 我也成为了后面的一些事情的一个种子 他当时跟我说因为你的psychology today上面的profile写的是 你是一个intersectional feminist 还有一个long time lgbtq advocate 我觉得你会了解我 你会理解我在经历的东西 然后我说我可能会理解 因为我有就我当时就说我可能会理解 然后但是我需要就是让你告诉我更多 让我更好的了解 同时我跟他讲了我的background 我说我的本科读的是sexual diversity studies 还有woman gender studies 就是我其中两个修的一个专业 我说我有足够的academic的知识 就是可以更好的去了解你在经历的东西 但同时我希望更能知道更多的东西 让我更好了解你 然后他听到我就是我觉得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本科的专业会这么的在心理咨询中吃香 然后他就是无心插柳 就是无心插柳 然后他听完我就是我本科读的是gender studies和sexual diversity studies 他就说真的那么太好了 他说就是终于有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background 去process我的thought 我的thinking 我的identity 然后已经我在经历的东西了 然后我说let's try it together 因为我当时一直刚开 就是没有那么大仔细 啊we can do it 我就想说let's try it together 然后这个案子就跟我 就是一直跟到就是一直跟到非常非常久 然后之后我遇到了就是在疫情期间遇到了很多很多案子 他们也有相同的经历 就是可能之前被therapist被traumatized了 就traumatized了很久 然后可能隔了两三年才重新愿意见咨询师 隔了四五年隔了十五十年才见咨询师 然后呢他们一听到我 他们每次来看到我 就是来找我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写了两行字 我说我是一个long time LGBTQ advocate 和international feminist 然后我有一个案主问我 我的案主就问我说 你把你的立场摆那么明显 你能否怕那一些保守派的就是案主他不找你吗 那这样你不是失去了很多收入吗 我说这可能回到了一个social work value 就是我觉得那我首先要acknowledge我的privilege 我说我的privilege 我至少有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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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至少不用担心我的吃喝住行 这样子 然后那么我就可以有选择 我想要去花更多的时间去放在什么样子的一个类型的案主上面 那我写出来肯定是我知道这有一个刚需 就可能我觉得那些需要feminist therapist的人 或者需要LGBT friendly therapist的人 他们可能更需要直接的看到有这个咨询室的存在 不然的话 他们寻找therapist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太高了 那其实对于他们的康复来说是不易的 所以我当时考虑到这个东西 而且再加上我本科和研究学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草根运动 还有社会运动方面的那些advocacy work 然后我就觉得这两个是我的着重点 所以我当时就放了那两房子 然后我说那哇啦 你们又找到我了 那说没有我的判断是对的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有趣这个想法 然后他们就陆陆续续的也会推荐他们周围的 LGBTQ的就是member的一些朋友或者是需要 就是他们的幸福者的朋友也会来找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可能社会实践纪念 还有书本纪念可以结合在一起 可以可能比那些不专攻这方面 研究的therapist更加了解他们 可以这么说 就是先不说咨询技术怎么样 但是至少可以更加了解他们 毕竟有实践纪念 还有academic的一些就是preparation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之后 我做了几个月的private practice 到了今年八月份 我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我是要回国的 就是我七月底的时候 本来是想结束 就是一切的private practice 全都回国了 八月份要回国 然后呢 后来我的机票一改再改 就八月份机票给了九月 九月份机票给了十月 然后十月份就 就直接取消了 对 回国特别的困难今年 对 然后八月份的机票回国 就是有趣的事情来了 就我之后决定不回国了之后 我在想 那我疫情期间观察到这些东西 然后自己在家没有好闲呢 那我就想说 我要干什么呢 然后我就在想 那这些客户跟我讲的 反映的这些情况 第一 这些客户跟我反映的情况 第一是 像什么来着 他们说 就是亚洲裔的咨询师难找 或者是少数主义的咨询师难找 第二就是 feminist therapist难找 第三个是 LGBTU friendly的 therapist难找 那么亚洲裔的 feminist和LGBTU friendly的 therapist 就更难找了 我想说 小黄爷可以试着会转型的 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简陋的 就是公益小黄爷转型成 mental health platform dramed feature therapist of color LGBTU friendly therapist 和feminist therapist 因为Chinese therapist 算是therapist of color 其中一个部分 对吧 所以就是 包含了原来的那些therapist 那从中就扩张出去了 然后就扩张 就是突然到整个主流媒体 主流社会里面去 然后当时我就是联系了 我当时一个很好的 就是我现在也很好的朋友 当时联系了我的好朋友 他自己本身是搞技术的 然后我就说 哎我想做这个公益的事情 看你有多兴趣 然后他说 好呀 mental house 我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 我觉得很有趣 我说好 那我一起去来玩玩吧 然后他就很开心 然后我们现在的网站 就是我当时中文的公益网页 嗯 中文的公益网页是 嗯 自己用 WEEFLY的 WEEPS 当时自己用 WEEPS的 那个 就是template搭的 对 然后我们也有专门来负责 就是把它建立 建成一个更professional的一个网页 然后我们的英文的网页 是另外开的 然后是我们在搞技术的朋友 他就是就是怎么说 他负责整个的project design 然后整个的就是项目的运行 然后呢 我就我就给他找 4stack的developer 方向的developer 然后backhand的developer 然后他就从头这样一个题目来做我们现在的 嗯 就是英文的网页 然后我们英文网页有两个UX的designer 还有一个UI designer 然后这三个人在给我们做那个就是用户体验设计 和页面设计 就为我们这个nonprofit 就觉得到时候很感动 哇就是公益的事情 大家都做的那么有热情 就特别的感动 嗯 然后现在我们的工 我们的中文网站是4sacrespace.com 然后有一个中文的项目在负责 大家做的都非常好 嗯 然后我们英文网站是4sacres.org 是有一个英文的team 就是专门负责英文的team 因为英文网站的team 在负责 然后做的也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 然后我们的主题色是绿色 因为我们觉得绿色会让 我觉得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或者是哪一个种国家 就看到绿色就感觉好清清大自然的 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当时定调就是绿色 然后现在我们的英文网站是不同主义的咨询师 都有vesting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延续的 就是你们的那个黄业的精神 就是不收任何的 不收任何的listing fee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referral fee 就是一个公益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同为my 同行professional 我觉得让更多的同行就是被看到 是一件对社会好的事情 那么我们做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做公益的 那没有必要之后就变质 变成收钱的东西的也不好 所以我就觉得一开始 从一开始就是公益的 那就继续也做公益了 那我觉得公益这个东西 公有一个网页还是不行的 非常有人知道你这个网页是存在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作为一个social worker 所以我会觉得mental house 它的帮助是一方面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social intervention program 可能更好的可以就是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这个社会的更好的帮助这个社会的话 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要有一些social intervention program 那我想说那现在已经不仅是一个网页了 那既然我们要开social intervention program 而且今年的话社会工作学生找实习都非常非常的难找 那我们还不如 那我们给社会工作学生提供实习也是一个social intervention program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他们的毕业时间 不让他们多付一年学费 然后延迟毕业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救人的一个 或者是帮助他人的一个 然后在加拿大这边可能相对一切东西都非常的简单 直接我们这边注册nonprofit交两天就可以下来了 哇 这么快 天哪 对 是的 真的就是他有一个专门的加快的流程 两天就可以下得来 然后交个200加币 然后选一个特快批 然后就两天就注册下来了 然后我当时是8月19号注册了我的 注册了我的nonprofit 是以我们当时的公益小皇爷for safer space命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好 因为社会工作 我自己做社会工作的 我是觉得没有一个最安全的空间 或者是特别安全的空间 它只有一个更安全的空间 对 我很欣赏你们这个名字 特别的特别的welcoming感觉 谢谢 因为对于每个人安全的空间都是不一样的定义 那我能做的其实就是我不知道 我肯定是不能meet所有人的expectation 那我只能说我只能提供给你可能更安全的空间 但是也不一定是适合所有人的空间 对 所以当时我们就以for safer space这个名字 注册了nonprofit 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nonprofit 就是现在可以算是个tech nonprofit 因为有一个网站还是蛮好的一个 就是mental health platform 然后我们是一个好像是第一个ngo with mental health platform 就是还蛮有趣的 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下 我们好像是第一个techno profit 在做mental health 还是蛮有趣的 但是我们的组织的定调 其实不仅仅是服务mental health 我们组织当时注册ngo的时候 我当时跟我自己说的是 这个组织不仅仅是服务师mental health 是human rights advocacy 因为我们的social intervention program 很多是不仅仅围绕着mental health 我们是围绕social justice 围绕intersectionality 然后当时我其实三年前 2017年我有一个proposal 是讲的专门是race intersectionality awareness的 然后三年前的proposal被打回来了 然后因为很多人就是当时看了很多 就是看了我proposal的人 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行吗 可能说 然后当时我因为这个proposal 还被City的就是多伦多市政府的 就是staff还约谈说 这个proposal很感兴趣 然后之前 三十三年前就是因为这种原因 这个项目就流产了 然后我这个人 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强的性格 打不死的性格 就是可能 你越不知道我做成什么事情 我就有那种内心的小恶魔 不行我要尝试一下 然后我想说 那我现在注册了我自己的nonprofit 那我为什么不来尝试一下 然后我就为什么不来尝试一下 我三年前的proposal proposal所有的东西 那我看看我自己能不能用nonprofit去达到 然后fortunately 就是现在已经12月底了 我们今天快结束了 然后我们是8月 今年8月19号注册了一个ngo 那现在已经四个月了 fortunately 非常幸运的是 这四个月来我真的达到了 我当时三年前proposal所有的东西 然后我当时觉得到 哇好开心 真的做到了 然后但是却跑自己累的半死 确实是这样 但是就是我自己的性格可能有一部分 就是我 我觉得我是一个自我认知上的感觉 会比较的就是强的一个人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性格中 有特别ok的一部分 也有特别不ok的一部分 然后我自己小恶魔也特别多 所以就那个双狼小强那个小恶魔的部分 就感觉啊真的达到了 好开心雀跃 然后我当时就回看三年前的当时的proposal 再看我现在达到的东西 甚至超出了我三年前proposal的东西 就是我现在这个ngo 就是达到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四个月就已经有80几天的原创的课部文章 然后呢是关于social justice intersectionality politics 就是政治聚焦 还有很多社会工作聚焦 还有很多的心理咨询小贴士 什么social justice小贴士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还有个案管理小贴士 都是可以真实实帮到别人的一些干货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的社会工作学生也提供了 by wikily的那种什么support group 还有book club这些东西 他们还提供了很多自救科普相关的 就是信息视频 然后我们的instagram 是一个等于说像大众科普social justice是什么 human rights是什么的一个渠道 因为我觉得在advocacy中 就我自己感觉 advocacy中信息不对的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advocacy的东西 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要advocacy 或者你在先扬的东西 人家说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学一点 我为什么要去关注 然后这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就是我就觉得 填补信息不对的空白 可能是advocacy中最重要的环节 所以这也是我们instagram linkedin 然后facebook 然后还有我们的工作号 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给大家不同的信息 可能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不太接触到的信息 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中 不太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社会公益是什么 human rights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心理咨询 我觉得是一个human rights一部分 因为我们组织唱到的是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care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这确实是认权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还会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 志愿者加入了我们 他们愿意给我们转一些 就是志愿的活动 志愿的讲座 然后等于说我们这个组织 就是他一开始的定调 确实是以human rights advocacy 为中心的 然后着重于心理健康 但是确实最终还是回归到人权 因为心理健康也是文权的一部分 然后就到了human rights advocacy 然后非常有趣的一点是 我是2019年4月刚用回微信的 然后当时我创那个微信的时候的 微信的ID就是advocacy human rights 然后2019年那时候我的社工快要毕业了 社工计划毕业 我就想说好有趣 人生真的非常的有趣 这个微信号始于社工 中于社工 然后成了我现在non-profit 这一个中文社区连接行 给大家连接各方的资源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一个组织 因为是做human rights 我们有很多的求助者来自不同的 就是学校 就是有很多的大学生 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 然后也有不同的社会人生 就是来自不同的背景 然后可能会需要我们写advocacy letter 翻译advocacy letter 帮助联系当地的议员 然后或者是希望我们可以介入去看 怎么去做advocacy 做advocacy 在他们的学校做advocacy 然后或者是我们与各种大学的社会 就是相互的合作 然后他们有什么就是 咨询我们这边 就是我觉得对人权有用的 就是对正常作用化意识有用的 我就推 然后我们这边有什么东西 他们也会帮助 因为我觉得这个NGO做的事 非常有意义 然后我当时 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希望这个NGO 是一个以社会工作价值观 为核心价值观的一个NGO 因为我自己是社中出身 然后社中这个价值观 是我的信仿 然后我就跟所有的人说 我就办这个NGO 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针对中文社群 社群的那个logo 我们是正好 就都会写上社工 然后什么 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的NGO 然后我说 就一个要求 就把我们的logo放上去 让大家知道社工是什么 然后宣传社会中的这个商业 我觉得对我们NGO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曝光度 然后当就 然后很多的for-profit 就会知道到网上说 但是for-profit和non-profit合作 我们一般是要给sponsor fee的 你确定你不要sponsor fee吗 我说 我当时和我的小伙伴们就聊了一下 说我们这个NGO想要是怎么做 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都惊人的一致我们的想法 我们不想要fonding 我们也不想要它去挣钱 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大家 就纯粹的在做一些事情 在做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个组织也就是 现在成了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说 自己是social enterprise 但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在犹豫要不要钱 但后来我们一直也不要钱 然后我们就卖了个关子说 为什么一个NGO 就是既不和金钱打交道 又叫自己social enterprise 然后后来我们揭晓了这个答案 我们只but 就是我们只会 我们除了金钱外的东西 我们都会以物换物 是一种最古老的交易模式 然后所以我们才叫自己social enterprise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金钱交易 我们只会butter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butter 就是我们会跟不同的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或者是他们的那些clinic 就是我们帮他们event的宣传 然后他们的所有的宣传的那个material上面 都要放我们的logo 因为我们logo上面写了社会工作 合金价值观为主的NGO 然后社工这两个字 就让我们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 让更多的人知道社工这个专业 然后我想是remote社工这个专业 然后同时 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 就是这个行业来 让大家知道为自己发生不可怕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权益 然后让大家知道基本权益有哪些 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起到一个 为各种东西去无名化吧 不仅是心理健康去无名化 但我也维护自己权益去无名化 因为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就是 是不是我的观察就是比较片面还是怎么样 我发现就是从我的暗主来看 或者是从我过去的社会工作 或者是社会运动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很多人一到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 就特别的就是好像很很胆小 或者是不太敢 然后不太敢说不够assertive 很多时候就相对来讲比较passive 或者是庞好性人格 就是现在比较busing the words 庞好性人格 然后就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我一旦维护了自己权益 我是不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 我是不是特别可怕的人 我可能我们这个组织 我更想去传达的概念就是说 维护自己权益的是你的基本人群 不要因为别人觉得你是什么样子 你就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该维护自己还是该维护自己 该保护自己还是该保护自己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活动 是就是讲什么遇到职场PUA怎么办 然后或者是NAI等了PUA怎么办 然后很多人他们假如被PUA了被虐待 他们是没有证据的 所以就实时就没有办法去告那个abuser 但是呢律师都会建议他说你要留证 因为留证的话 这样才会是 irrefutable truth 才会让你的case更加好你 那我们把这个信息给传达出去 那肯定会有人说 哎呀你们这些人好可怕 怎么教别人告别人啊 或者是教别人什么搜集证 谁会赶紧跟你做朋友啊什么东西 对我没有听我是有听到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传言 或是这样的一个评价 但是不能因为这一些传言和评价 我们就不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 如果我不去把这个信息告诉给别人 我不去把他们的个人权益 法律权益 或者他们自我保护的一些小技巧告诉给别人 那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受害者 但是作为社工可能我们更多时候信封了一个价值观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从一个社会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我现在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了 好填补了 就是可能可能说很多时候填补了一些人的认知空白 我原来可以这么做 这么去保护自己 哦原来法律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允许录音录像的 那么他就可能 当他想要去搞搞到一个坏人的时候 或者是想要去告他afuser的时候 他就有足够的证明去搞这个afuser 那么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又少了一个坏人吗 就或者又少了一个受害者吗 对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 确实很多东西在很多人的眼中 可能是比较出格的 或者是比较不符合主流价值观 或者是相对来讲 就是很多就是我的一些朋友会说 你做这个东西华人却好没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好像就是然后他们说这件事情好像也比较得罪人 我说嗯那怎么办呢 就是坐着坐着 只能硬着头皮坐下去 对正是因为它不存在 正是因为这么容易得罪人 我觉得它才不容易存在 很多人不敢去做 但其实我很欣赏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需要 我和你的观察是一样的 我见的华人的client比较的多 那assertiveness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很多人在工作上 尤其是生活上有时候也是 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为自己发声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信息资源 这些东西是没有错的 大家应该要知道是什么 为什么怎么做 那这个信息他们知道了之后 自己在生活中怎么去应用 这个有时候是一种自我的选择 但是我们可以先有这些工具 先有这些装备 先有我们所谓的这些工具箱 toolbox 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赋能的 给自己empower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好的充能的过程 之后呢他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 去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去到哪里去寻求这样的专业的意见 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 我倒是觉得这些事情是很有价值 而且我非常佩服你们的勇气 哪怕是受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也好 大家的质疑也好 还是说这个东西容易得罪人也好 你们还是勇敢的在做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需要 谢谢 谢谢医生博士 就是特别感动 就是被人认可 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 其实在做这一行中 做这一些事情中 其实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阻挠 然后甚至我们之前办了一个公益的移民讲座 因为我们发现 现在美国的小伙伴们好像特别的艰难 要不要来考虑一下来邻居加拿大国 封业国 对 然后我们就办了公益讲座 然后都有人说 这个组织是不是黑中介 然后我就觉得 这到底有多 然后我都未经还因为这件事情 被停用了大概三天吧 就是没有完全停用 但是群的功能好像就被限制了三天 然后觉得好有趣 就是做Advocate越做越有趣 特别是感觉好像Advocate在华人圈中 可能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松明的东西 然后大家可能没见过或者是没有遇过 真的有人这么 就是扎扎红红的在做事情事情 或者红红红的都是这些事情 然后所以我这四个月又见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现象 然后就跟我爸妈说 好累啊 但是好热心 对对 我觉得真的是回到你一开始讲的信仰这个东西 就像你说社工 像是一种很特殊的很unique的一种信仰对你来讲 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在自己的信仰之下 自己的这种value system之下在做在追寻你觉得对自己人生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那自己觉得有意义 自己的觉得很热血很有热情的过程中呢 啊吸引了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那同时把这些意义也传播给了更多的人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活着不快乐有钱对吧 有房子或者说有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满足的东西 但是过得超级不快乐 就很多人内心很空虚 但是我觉得你和你们这群小伙伴在做这个advocacy 在做这些公益项目的过程中 你们是快乐的 你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嗯谢谢 我觉得对真的它就是我的一个信仰 然后我经常开玩笑跟我周围的朋友或者是我的父母 或者是跟literally anyway 就是别人问我说why do you love social work so much 我就说我现在特别像就是social work 像我的religion 然后我现在特别像那种religious fanatics 然后就是狂热地去拥护自己的religion 然后呢去实践自己的doctrine 就是我们的religion中的doctrine 然后我觉得可能过几年 我可能再回到我看自己热血的自己 我可能有些时候会觉得这姑娘好傻圈 或者是怎么会这么炸炸糊糊 因为但是我 我知道这是我就是要承担的一部分 就是怎么说做事情的一个后果吧 但是我最后问问我自己说 我三十岁如果再回头看我这一段情分 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 还是没有那么好的 没有那么不好的 然后我问我自己我会后悔吗 然后自己不给我回家说会后悔 因为我尝试过了 然后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有这个组织 我会把我的信仰一直保存下去 那我觉得就够了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我觉得过几年你回头看 可能会更积极的说 我特别开心我当时做了这件事情 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真是希望你的这种精神 能够鼓励激励更多的人 我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人 他们可能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 但是很多时候是自己给自己了一种mental block 非常担心别人会说什么呀 别人会怎么看我呀 哎呀我能力是不是不够呀 那我还是不要做了 这样很多时候回头看看 其实还是会留有很多遗憾 我可能我的人生心上就是 我不希望我就是回头看 因为我今年26岁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每五年都会给自己设一个目标 然后我前就是我20到25岁的目标 其实已经达成了 然后跟自己说我没有后悔 然后25岁到30岁 我就给自己设的目标 就是说我希望我30岁的时候 我不要 我哪些东西我不希望是后悔的 然后我当时设计的 设定的就是说 我既然花这个钱去做了社工 我也很喜欢这个东西 就像我以后可能不得已会转行 或者是就是人生有不同的轨迹 但是我一定要让这一份青春留下来 至少它是有痕迹的 我看得见摸得到的 就一直在那边不会被抹去的 那么可能我这个我自己放的这个组织 For a safer space 就是我社工生涯热血生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的记忆 而且它一直都可以存在在那边 对我相信这个会一直可以一直在那里发光发热 可以慢慢的影响到更多的人 很多时候对于这种新鲜的事物 我们非常需要的事物 大家是从害怕不理解想去攻击它 慢慢的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或者它为什么会存在 我们怎么能够慢慢的去接纳它 去跟它共存 希望有一天大家对于维护自己的权益 或者是对我们这种所谓的什么大声嚷嚷的草根 就是grass root movement 大家可以有多一份的就是怎么说 接纳吧可以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美国读研的时候 我就参与了很多美国的草根组织的movement 我就深受鼓舞 然后我很多时候我本科不懂的事情 我因为参与了草根组织 我就懂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以前会觉得 为什么有人就是他可能比较civilized 就比较文明的去advocate 可能达到自己的效果 但是相对来讲在众人面前的那种比较野蛮的 就是媒体很喜欢用什么baric 这种词来形容某一些 相对来讲比较激进的movement 但是它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效果 我本科的时候我是不理解的 我直到上文研究时候我才理解 就是学了一些相关理论 然后自己参与了grass root movement 我才知道原来很多时候文明是没有用的 只有baric 或者相对讲比较激进的一些方法 才可以真的让authority重视 让那些当权者掌权者重视到 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体制的悲哀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大众吧 社会大众不仅是华人群 就是整个社会来看 大众都会比较倾向那种civilized 那种advocacy 然后他们会觉得这些人没有礼貌 大声叫叫 然后或者是非常的粗辱 野蛮 但是后来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看到这个社会 可以说是 当他们看到一些人比较激进的在advocate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没有伤害别人 但是他们确实比较大声叫唤 或者是有一些行为的 就是 就是这么说 大众不理解吧 但他们并没有伤害别人的时候 他们可以知道 这群人真的是被压迫到 不能再压迫了 这是他们的死生烈肺的呐喊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 就真的禁锢了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two cents 非常感谢Catherine 我觉得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太多的参与到这样的草根的运动当中 当年也是弱雪青年的时候 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有参加过什么这个护火剧啊 然后这样的一些小小型的游行啊 也是在感受这样不同的一些活动啊文化呀 对所以很钦佩能够在这个年纪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啊也希望你们的这个NGO组织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被越来越多的人接纳理解 能够真的是啊 在你想要走的路到道路上走的更远一些 嗯 谢谢伊山摩世 好 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 啊 Catherine非常感谢 今天来到我们的栏目来聊你的这些心路历程 和你们的这个NGO的这样非常棒的公益的组织 那你们的所有的网络 网站的链接呢 你在节目里也提到了 我之后也会放在我们这个节目的下方 这样大家在听我们节目 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可以直接点击链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 好的好的 谢谢伊山博士 嗯 然后也欢迎伊山博士入住我们的小行业 好呀好呀 没有问题 嗯 对好的 好的我之后来跟你聊一下这个入住问题 好的好的 谢谢伊山博士的邀请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宣传我们这个草根小宝宝 吃百家饭的草根组织小宝宝 for a safer space 然后也谢谢伊山博士花时间来了解我的心路历史 然后了解我的就是一些热血的想法 我也希望就是听到我这个节目的听众们可以加入我的行业来跟我一起热血一下 对对对非常棒 对所以我们的听众们观众们如果想要啊这个找到更多的资源也或者想加入Catherine的这个组织都可以联系Catherine 或者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些启发有一些激励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伊山说栏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收听观看转发我们的栏目 我们的栏目在YouTube频道上 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Spotify iTune等各种频道找到我们的音频视频心理科普栏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我们下期